那个 吴老师 老大说了 今天有个顾客要来订我们的蜜月游 让咱俩接待一下 但是 他是临时告诉我的 我都没有准备 没事 公司的产品啊 昨天晚上我看了一遍 接待应该没问题的 真的 吴老师你真厉害 一晚上就能看完还能记得住 喂 王先生是吧 您到了 那您稍等一下 我们这就过去 老师 客户来了 那你现在可能去会议室 好嘞 王先生 你看我们这次的您的那个蜜月旅行 有很多种选择 马尔大夫啊 什么这段的 我们同事待会儿来了 我们同事来了 给您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公司的同事 无所谓 王先生 你不是金娜的未婚夫吗 你们认识啊 见过一面 至今难忘啊 是吗 他是你们老总啊 我们同事 你不是上市公司的老总啊 怎么沦落成为一个小职员了 王先生 要不您先和我叔叔 您和太太一项 拿着 金娜说找了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总 原来是个骗子 我本来啊 还不甘心 挺不平衡的 现在啊 特别平衡 你说啊 这是为什么 王先生 要不我先跟您说一下 我们公司的旅游产品 金娜 一个离过婚 打过孩子的大龄圣女 怎么可能朝他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总呢 是吧 我们公司呢 一共开发了六款密约旅游产品 这其中 换个人给我做介绍 我们下路 我等你 我还怕你 金娜 你是什么大老板男朋友 你真行啊 为了点面子 都学会骗人了 什么大老板 他就是一个臭大功的 你想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 你的这个男朋友 为了给你伸张正义 把我打了 我真是小瞧你了 现在到处都有护花使者了 是吧 你听我解释 你别跟我解释 我告诉你 你立马叫这个人 赶紧给我道歉 赶不是 这事没完 找我什么事儿 你跟小婉打架了 你没事吧 没事 我来之前打过电话了 直到事情的经过 他一定说了很多 不好听的话 我替他向你道歉 不过也还是要谢谢你 怎么维护我 在婚礼上 假扮你未婚夫 是我的主意 应该由我来承担和解决 不管怎么样吧 还是要谢谢你 对了 找到新工作了 也不说一声 你个工作 没什么值得到处说的 难道 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了吗 金娜 北京这么大 没有我这个朋友 你会过得很好 但有我 你可能会过得很糟 还不如 没有这个朋友 好吧 那你就当我没来过吧 你说这条件多好啊 一般人想找都找不着 你能不能给我个准话啊 你到底是见还是不见 人介绍人都等着回话呢 妈咱不是说好了吗 我自己的事 我自己操心 您别一个一个的给我介绍了 我能不操心吗 我说你妈咪 你 你要不你停下 我跟你说 你今天跟妈坦白一下 你是不是已经自己找了 你已经心中有数了 是吧 你要真有人了 你就跟我说 那妈替你高兴还来不及呢 你要你也不说的话 那妈怎么能不替你张了呢 你这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你让谁谁 无所谓 对了对了 那上次那个小娃婚礼上 见的那个什么上市老总 他不就叫我什么无所谓吗 你是不是跟他了呀 怪不得呢 你肯定是跟他了 是不是 那你上次你还跟我 你不承认 你说你根本就没有让他给你解围了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是吧 哎呦 我觉得他还行 妈 我向您保证 我不会一辈子守在您身边的 您趁我现在还在您身边陪着您 您就好好珍惜吧 必有一天我又嫁给别人了 没人陪您了 您再伤心难过 后悔莫及 太好了 没人陪我我也高兴 你妈我难道那么狭隘呀 我大公无私 我女儿嫁出去了 我得跳高我 行了 你说这些事我就生气 几点了 你得买菜去了 道歉 道什么歉 本来就是他做的不对 老五 没事 我都听小萱说了 这事不怪你 小萱 你待会去医院一趟 把医药费给他送过去 就说是我们赔偿他的损失 还是我去吧 毕竟认识我他的 不行 你要是去了 他肯定又会咄咄逼人 虽说是客户至上 他们付了钱就是老大 但我们也付出同等价值劳动了 所以我们是平等的 既然他先不尊重我们 那我们又何必尊重他 跟他道歉呢 小萱 你去医院送医药费的时候 剩下说一句 他这个钱 我们不挣了 是 老大为我 我真有气 对不起 来公司第一个客户就被我搞砸了 这医药费从我公司里扣了 不用 老五 虽然我们是家小旅行公司 但还不至于查了几个医药费 你来了 咱们就是一家人 一家人不用客气了 老大为我 你本身不不得了 你老大为我